很多人一提到福特瑞杰L就说不能买减配了 那我想问你 以前没减配的时候你买了吗 你不也是没买吗 不就依然是个口水机嘴炮吗 它的最大变化就是以前CD4平台吗 现在变成C2平台了吗 和蒙迪欧是同平台了吗 以前CD4平台底边旋架百倍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成本高一些 那么现在用成了双程充二的钢板旋架了 成本低一些 那又如何 那哈兰达一直都是双程充二的钢板旋架 不一样买吗 你们也不没统吵吗 那时候锐剑都铝合金选架 你们不依然选择了哈兰达没选锐剑吗 你没有说质量不好 双程充二的钢板旋架要比哈兰达的更粗更壮 你怕底下你瞅一瞅比较一下你再说 对不对 没有任何问题 单程充二都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说双程了 没有任何问题 实际开来底边的扎拭支援是特别好 特别优秀的 而且空间方面也更加好一些 比哈兰达好太多了 你看哈兰达车子很大 其实空间不达低 不达好 知道吗 而且内界还有独立的分级空调 配置也满满登登 入门版几乎就是中配以上了 配置很高 这车价格还不贵 比以前便宜了 所以说还是一款非常值得拥有的车子的 并且匹配的是福特的 Eco Boss的R.0T涡轮加发动机 使用了大过量的一个涡轮 后期动力非常猛 变成像AT8AT没有任何问题 隔音基音 还有跑里的底盘的质感质量 沉稳劲 都要比哈兰达好太多了 知道吗 其实这款车子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